英国新首相约翰逊25号在议会下院发表就任首次讲话 阐释脱欧政策主张 他警告欧盟要求废除爱尔兰边境保护措施 重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 否则英国将无协议脱欧 欧盟随后回应说约翰逊的要求不可接受 新首相有英国特朗普之声 事实证明两个人相似的不只是发型 上台初期的雷厉风行和干脸也极为相似 英国脱欧当然是想彻底从欧盟独立出来 然而欧洲方面以种种理由 要求在英国北爱尔兰与欧洲国家爱尔兰之间 不设立硬性边境保护现状 这意味着即便名义上脱欧了 英国与欧洲事实上还是藕断丝连 约翰逊希望分手就分得干脆点 像文章与马伊利离婚发的微博一别两关 恢复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的硬性边境 而不是不清不楚拖泥带水 然而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欧洲人就是要抓住英国不放 对欧盟来说英国是一个优秀的经济体 当然不愿意他轻易跑掉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当天与约翰逊通话 重申现有脱欧协议是可能达成的最好协议 他还说愿意分析任何符合现有协议条款的方案 欧洲27国都已经做好准备 整个夏天都可以与英国会谈 无奈的是英国始终是欧洲大陆的一员 即便脱欧了英国未来还是需要和欧洲国家展开紧密的经济 政治甚至军事合作 因此现在不能把欧盟得罪的太狠 既然有求疑人 英国就没有办法完全对欧洲甩冷脸 尽管心里恨不得马上签离婚协议走人 但却又不得不委曲求全 不敢完全撕破脸 环球金融家认为 英国脱欧的最后结果很难如新首相的意 因为英国不只是要离婚 更要保证离婚后还要做好朋友 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完全断绝关系 英国想要做一个潇潇洒洒的单身贵族 难于登天 英国与欧盟的这种纠缠 再次拖累了英镑与欧元的表现 7月26号 两种货币对美元价格双双破位下跌 均创出两年新低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卖动 来 où呢 对